大家好,我是Matthew 今天這集真的很遲 其實我是說一點 主要是對利斯特城最後一場殺火戰的賽後感覺 因為這幾天,不是這幾天 即是昨天,今天星期二有錄這一天 星期一有些忙,沒有錄到 星期二、六,可能最快是星期三出街 大家都好像過了九十年 說一說,這場球有什麼感覺呢? 其實是這樣的,最大是兩點 不知道大家認不認同,大家有沒有覺得 第一,就是進攻 其實雙半場的進攻也是很有組織 尤其是有幾球 尤其是福仔大腳斬到中間 好像是Greenwood進不到 然後有馬仔幾球球 也是差一點 這個,是有組織的 但是其實我看到一個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不知為什麼 我又覺得這場進攻的模式 跟平時有些不同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覺得 就是很有種很漂亮的組織 但是就不會是打一些 即是很漂亮的一個致命傳送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 無論是成功不成功 即是Buno也好 馬仔也好 福仔也好 很多全球都是 他們的要求是很致命的一擊 然後就去前鋒那裡 就馬上去攻門 但是就 賽過了給你知 上半場是0比0 做不到的 但是看得出他們是很有心思去做這件事 可能他是因為不想用那麼多體力 因為我們的球員都比較累 即是停了很多場的危大勾事 那可能用這個方法 就是去減少一些球員的跑動 而多一些的作出致命傳送 去直接攻門 那大家不知道認不認同 或者有沒有其他的意見 那可以下面留言 再談一談 那另外呢 就是後防的差波問題 仍然是這麼嚴重 其實很多球都是 就是後防 亦都是 又是左手邊 就是 後面傳球傳完去到左手邊 然後就被人家夾擊 那很多 即是很多 我想都不止五六球 不止五六球的 被人攔截搶老球 那也有些 我見到 麥佳亞去到 中場 中場線 然後左手邊那裡 至少有一球 就是被人 偷球 就是扭下扭下 不知為何 又被人偷了球 這個情況 這個情況 這場球是嚴重的 另外 對方 亦都是一些攻勢 就比我們 因為他們對方的 手位更加勤力 比我們更加 有威脅 大家有看 都記得了 雖然 都幾天 大家未必站得 即是有壓爆平安鐘的情況出現 大致整場球 就是這樣 再往前說 其實這場球 曼聯 就是 難聽說 坐定粒六 我們是和球 都搞定 對方 其實就是要 對方需要 必定要贏球 所以其實他們的壓力 是大過我們 即是我們可以打 穩手突擊 但是呢 那個情況 看出來 好像 我們又不是很穩手 雖然我們仍然是猜拳 即是後防猜拳 不過後防猜拳這件事 其實 也是 理論上 可以減輕了 球員的體能 那個消耗 因為我們猜拳 對方來撲 如意算盤是這樣 但最終做不到 最終就是我們 其實很多次猜來猜去 然後對方壓迫我們 結果我們 所以我們也有 被人偷波 撞跌 也是有的 那麼 那麼 那個 省體力 這件事 就 不是很做到的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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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中場的組織呢 今次看回 就是 普巴的傳播 其實不止 普巴 班奴 那些傳播的失誤 也多了 大家都看到 那麼 其實 職場的旁述也有說 其實他們的失誤 是多的 那麼 那麼 也有說到 兩個原因 一來 傳播的球員 傳送真的差了 力度的控制差了 二來也是 接球的球員 即接應的球員 可能他的體能就差了 結果跑慢了 結果看上去的距離 差很遠 即是 失誤很大 那麼 這個 今場也常有出現 另外 另外呢 還有一個問題 我看到的 就是阿搬奴 今場球 和上場衛斯咸 都是 就是他很多時候 都是 很前的 即是 最前那個 前的 福馬 更加 更加不說 因為Greenwood 一向都比較厚 即是他很多時候 都是前的 福馬 在前面 壓迫龍門 都會是他 壓迫 對方後衛 亦都會是他 這個 有點 古怪 即是 我不是這麼接受到 即是 既然大家都看到 搬奴這麼累 為什麼 錶球啊 撲球啊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他的 那麼 今場剛剛 一開球的時候 也有些球是傳給搬奴 然後他是 直接射門 但是當然 那一球 好像是 在龍門 左手邊 插入 然後 好像是 越位 有一球越位 然後有一兩球 都是 做不到 結果出了界 出了底線 即是角球 或者龍門球 是有點古怪 因為我們 最初的 Buno 其實是 踢在 前鋒的後面 就是前鋒的後面 他是給前鋒 也可能是因為大巴說的 Buno 被人看通了 所以他走 走前鋒 在前面 變成接影 其實這個踢法的問題 就是 變成 普巴 你之前說 就是 他和普巴的分工 普巴 有兩個選擇 要是傳給 Buno 要是直接傳給 福馬 當然 他也是傳後 那些不說 但是當Buno 跑去前面 的時候 普巴 就揹起原本Buno 那份工 變成 直接 要再 帶動 進攻的組織 所以 普巴 又回到之前 沒有Buno 的情況 不是整場球 很多時候 其實上一場 對韋斯咸 也有些 不知道大家認不認同 結果 普巴 活動範圍 是大了 要負責任務 亦多了 變成 Buno 不像是一個 中場球員 他不像是一個 前鋒的球員 所以 踢法有點不同 結果 也未如理想 其實 Buno 就少了 傳球給前鋒 反而多了接應 不知是因為 貴美的小改動 即是 最後這兩場球 有些改動 不知道大家 是我自己的 個人 個人 意見 個人幻想 還是其他朋友 也有認同 這件事呢 大家留言 說一說 下次 因為現在 近來 都沒有什麼球 只剩下 歐把杯 我們可以多些時間 讀留言 聊聊天 這場球 大約是這麼多 要賺一賺 其實這場 也看得出 馬仔 是很勤力的 雖然他的球 真的不進 單刀被壓 射斜了 不過 最後 中間也 搏到一球十二馬 所以 Buno 入球 贏了1比0 整件事 穩固很多 整件事 我覺得這場 撇除Buno 其實Buno 也不是很好 我覺得整場球 誰踢得最好 也 說不出 不過 馬仔 也是一個 踢得很好的球員 另外 有件事 不介紹後防 今場後防 要 賺一賺 雖然我經常罵 這個 25倍 中堅25 這場球 連盧輝看得不錯 雖然 我之前對他的評論 他的評價 就是 他是一個 有些 眼神制敵式的防守 即是 不是很肯 不是很訓身 不是很會剷球 那麼 今場球 就看得他真的有幾球剷球 幾球又攔截了 有些 對方的 右手邊傳來的 一些傳中球 地球 也有解圍 今場球 也有進步 其實如果他平時也看得到這些球 我又不會拿到他那麼重 確實 你知道我經常說 我自己的要求 不是大家的要求 我自己的要求就是希望 後衛先求穩陣 再求組織 因為如果你不穩陣 只是求組織 我就不踢後衛了 我找馬迪 找密湯姆 來踢後衛位 做組織就最好了 那 所以 我覺得 是要有個穩健的後防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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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論到這裡為止 那麼 不知道要錄不錄得切 那麼我會錄上大巴 不是大巴 拍大巴 蔡厚平的 朋友的留言 那麼 接下來呢 我答應了大巴 我們有幾個 題目會和大家去討論的 那麼 一個呢 就是 一個呢 不是我跟他講過 有討論 但是我沒有跟他討論過 有什麼題目 那麼 會有 我自己的一些 球員評論 不是 球員評論 那麼 另外就是 我買過關子 就是 對於迪基亞的表現 是怎麼樣呢 那麼我也有一點點意見 就是 是不是這麼差呢 是不是全世界都一面倒 哎呀 真的很廢 低級錯誤 低級失誤 還有 說一說他 你怎麼樣呢 那麼 那麼有一點點意見 那麼當然 讓他休息一下我 我也贊成的 但是 其他的分析呢 我也會稍後再做的 對了 大致 大概 這一段 大概 十一分鐘 都算是幾段 那麼遲 那麼 稍後時間再見 好 拜拜 記得 記得 like share 和subscribe 按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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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有第一手的消息 有這個提示 那麼我們 這一輪 我都會出多一點點片 因為都 現在都 工作上 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忙碌 那麼可以講一講 多一點 跟大家聊聊天 對了 下次見 拜拜 拜拜 大家記住 comment like share 和subscribe 記住 我們將這條 頻道 傳揚給更多廣東話的聽眾